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敬優游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Angel 今天來到尖沙咀這裡是帶大家看燈飾的 有沒有留意到我身後面的LED幕呢? 這個是新的燈飾 我想以往大家都沒有留意香港的燈飾 不如今年由我帶大家去看好嗎? Let's go 我們來到尖沙咀中心和帝國中心中間的摩地里 你看看天網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題 每年的燈飾都會不同 我們每一次聖誕節看燈飾 當然不能錯過這個地方 又到聖誕 又到聖誕 聖誕節當然要約一起看燈飾 每年的聖誕節 在香港的中環和尖沙咀都會有五光十色的聖誕燈飾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 香港的聖誕燈飾是何時開始的呢? 香港的聖誕節燈飾其實由六十年代就開始有 不過一開始的時候 都只是很簡單的聖誕造型燈飾 去到八十年代初 有組織搞了一個活動 就是在尖東部分大廈的外場上 裝了聖誕節的燈飾 因為大廈外場的面積很大 燈飾就像一幅畫一樣 就連在對面港島海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結果很多市民都會慕名去尖東看燈飾 由於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方式 所以尖沙咀和中環的商業大廈 都會在聖誕節期間掛上燈飾 漸漸就成為為維港節日限定的美景 現在不少家庭和情侶 都會在聖誕節逛逛逛看燈飾 你看看,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我現在來到海江城夜燈海花園 你看看,這裡的燈飾很漂亮 不過我們來之前記得要先上網預約 否則就來不了 預約的好處就是這裡很少人 大家拍照的時候已經不怕沒有位 來海江城夜燈飾 不單只可以看這麼漂亮的燈飾 還可以做善事 市民可以在現場捐錢給香港癌症基金 將慈善聖誕紅仔帶回家 同時還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聖誕機呢 不過海江城的燈飾 是要上網預約才可以入場的 有些活動還是期間限定 不想錯過就要留意下面的活動詳情 好看吧 同海港城一階之隔的1881 是今次的最後一個景點 1881的聖誕燈飾 主要是巨型的聖誕樹 和巨型的小熊 聖誕樹是指定時間會播放音樂 很有聖誕氣氛 大家看看我身後的小熊 就知道我現在在哪裏 不如我帶大家看看 很大隻熊 怕很多人在那裏排隊 我們繼續走 原來後面有一棵很大的聖誕樹 跟著我走 想不到後面這棵聖誕樹才是重點 我們再走前一點 我覺得這棵聖誕樹比外面的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走過來這邊拍照 那些禮物盒還有一些裝飾在裏面 也是一個很好的打卡位 但大家看完這麼多燈飾之後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呢 難得我們今年的聖誕節 留在香港 不如我們多留意一下 我們香港本土的事物 看完燈飾之後 我們還可以走在海旁 其實催有海風慢慢走 都是一種享受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推介 我們下年再見 拜拜 大家記住打卡之餘 都要注意個人衛生 買好口罩勤洗手 留意社交距離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